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谈三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就是面对着这场如火如荼的反送中运动 中共还有哪些选项 他们正在考虑用哪一些方案来平息这场运动 第二个就是要跟大家透露一条关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个人命运的一个重要的消息 第三个就是要回答一些网友提出的关于郭文贵的一些问题 先从第一个话题讲起中共在香港还有哪些选项 怎么样平息反送中运动 那前几天有一条谣言满天飞 就是说8月4号开始中共要在香港实施戒严 这个谣言主要是由郭文贵制造出来的 弄的啥有戒事 还有中文的英文的推特的YouTube的很多方面他都在造谣 这条谣言而且引起了很多的反响 我看到台湾的媒体香港的媒体都在啥有戒事的报道 那这些媒体人呢他们的脑子是怎么长的 他们的判断力在哪里 我真是要打一个大问号 那我在这个谣言一出来我就 我马上就进行了批驳在8月2号我就专门做了一期视频来批驳这条谣言 告诉大家中共根本不可能在现阶段对香港实施戒严 尤其是不可能8月4号不可能实施戒严 那现在8月4号已经过了在香港地区已经是8月5号了 没有实施戒严 而且香港政府特区政府已经出来辟谣了 说我们没有实施戒严 这条谣言明显的就是已经被揭穿了 那为什么我这么肯定中共在现阶段不可能在香港实施戒严呢 这是因为一旦他在香港实施戒严了 那么会引起两个严重的后果 那第一个呢就是香港的资本会迅速的大规模的外逃 不仅仅有本港的资本还有国际上的资本 这个钱会流出去 第二个呢是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全面的制裁 国际社会再不会把香港当作一个自由港 当作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 而是把它当成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的一部分 而且呢基于道义责任 当中共做出这种举动之后 他们一定会对中共进行经济上的封锁 包括对香港进行经济上的封锁 那么一旦钱流出去了 这个人又进不来 这种情况下香港就不再是香港了 他就变成了一个臭港 一个死港 这种局面是所有各方面都不愿意见到的 首先是中共不愿意见到 因为香港是中共的经脉 中共的百分之七十的资金 引进的资金是从香港引进的 而且呢中共在香港地区也有庞大的利益 不仅仅是这个国家 也有庞大的政权 也有庞大的利益 中共各大家族都在香港有庞大的利益 而且呢 一旦香港被制裁了 香港呢 这个中共不仅仅上市的 这些大家族不仅仅上市的是在香港的利益 他们甚至在海外 在西方国家 在美国欧洲这些国家 他们所藏的那些金钱 都有可能被冻结 都有可能被没收 他们在海外的利益 包括在香港的利益会上市殆尽 所以说中共党内的各大派系 各大家族 他们是绝对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出现的 所以他们一定不会同意在香港进行制裁 那当然有种可能 大家说习近平现在不是大权在握吗 他要是这个霸王硬上弓 硬是要实行制裁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习近平就不得不考虑到 这有可能激起内部的化辩 激起内部政变和兵变 那么一旦政变和兵变之后 那他们呢 这整个的这个政权呢 就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习近平个人的安危都不能够保证 那在这种情况下谁愿意会冒这种去冒这种风险呢 这是第一个共产党他不愿意 那第二个呢 是香港人不愿意 香港人发起这场反送中运动 他的目的是保障 那香港所拥有的自由权利不受损害 他是进一步的 积极一点说 他是要争取香港赢得更多的民主的权利 他绝对不是想把香港的经济整垮 把香港搞成中共治下的一部分 绝对不愿意 香港人绝对不愿意 以中共玉石俱焚 所以这不是香港的绝大多数老百姓 包括香港的绝大多数反对派 他们的这个意愿 所以香港人不愿意 香港的反对派不愿意 那国际社会呢 也不愿意 因为一旦万一戒严成功了 那就意味着习近平大权在握 习近平掌握了党政军所有的权利 那么他就有可能成为金日成 成为这个金山胖这样的统治者 那中国就有可能变成朝鲜 那一个小小的朝鲜 已经让国际社会头痛了 如果是中国变成了一个大朝鲜 那将是全世界的一个灾难 这种可能性 只要存在百分之一 只要存在千分之一 国际社会都不愿意 让它变成现实 所以这是国际社会也不愿意 各个方面都不愿意 那他就不会实现 所以在这个反送中运动的初期啊 中共就定下了两条原则 第一条呢 就是中央政府尽量的不派兵到香港 去进行镇压 因为这样的做呢 损失太大了 原因我在上面已经讲过了 那第二条呢 就是香港警队要镇压这个反送中运动 但是尽量的不要死人 因为一旦死人了 那么反对派的本来已经占据的这个道德高度啊 那就会更加的高 而且反对派的这个情绪 这个愤怒情绪啊 就更难平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会给中央政府 会给特区政府 形成强大的政治上的压力 所以说他们定下这两条规矩 两条原则 那现在事情发展到现在 这两条原则 他们还没有抛弃 现在呢 这个反送中运动持续扩大 香港特区政府的威信已经是扫地了 香港的警队呢 现在也是疲于奔命啊 每天都要东征西逃 但是呢 没有一场仗 他们真正能够打赢的 在这种情况下 警队的逝去是越来越低 那么再照这么低下去呢 就有可能是两种结果 第一种呢 就是警察消极代工啊 实在是干不动了 干不下去了 那第二种呢 就是甚至是他们觉得这个败仗啊 已经打了 打不赢的时候啊 他们就干脆站到人民的一边 那这是中共啊 也不想看见的 所以现在中共在香港是特别难办 特别难办呢 不意味着他们呢 完全不想办法 他们现在呢 还是有办法的 什么办法呢 就是让步 但是让到多少 这里面呢 也是大有学问 这个是让中共现在啊 左右思考啊 很难决定的 那一种意见 一种方案呢 就是把警队推出来 让他们来承担主要的责任 以此来让步 前些天呢 香港的政务师师长张建中 在元朗白衣人袭击市民之后啊 他就发表了一个谈话 代表警队向香港市民道歉 那么这是一个试探性的动作 并不是说张建中这个人呢 要反水 不是的 这是中共安排他出来 试探的 试探警队的动向 是不是警队啊 能当这个替罪羊 结果呢 警队的几个元朵级协会啊 一起站出来反对 反对的声浪非常的大 那就是说明了 中共他现在啊 他不敢得罪香港的这些警队 那么警队一反对 这条这个这个选项啊 自然的也就排除了 那么第二个选项呢 就是让林郑月娥辞职林郑月娥本人呢 现在早就做好了辞职的准备了 他真是干不下去了 对他来讲 对中共来讲 似乎是都是非常容易实施的一个选项 但是呢 中共也不得不考虑 一旦他辞职之后 反对派的反应是什么 那有两种可能性 那第一种呢 就是反对派啊 在林郑月娥辞职之后啊 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之后 大家觉得可以 这个将好就收啊 收兵了 这是一种可能性 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反对派受到了鼓舞 说我们抗争下去 他们会一步一步的让我们一直坚持抗争下去 所以这个过这个两种可能性呢 中共是没有办法完全都排除的 所以中共现在也不想冒这个风险 那第三种方案就是干脆一步到位 退到底完全同意反对派提出的五条诉求 那么这个运动啊 可能会消减下去 但是一旦同意了这五条诉求之后 那也就表明中共在香港的管制 已经完全的丧失了 香港下一个特首是谁 基本上啊 就不由中共说了算了 因为中共要是想再强推一个 他们的人出来 那么香港老百姓会再一次上级 如果香港这个中共推一个香港人 能够接受的民主派的领袖出来 那么他们在香港就没有管制能力了 没有办法控制香港了 这也是中共所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现在他们是左右为难 那前几天呢 就有一个人啊 向香港 向中共提出了这么一个建议 这个人呢 应当是安全部门里面的一个人 非常非常毒辣的一个建议 他是说 现在我们这三方面都不用让步 但是呢 可以让香港的这个反对派运动 这个反送中运动啊 能够平息下去 什么办法呢 非常邪恶的办法 就是让林郑月娥自杀 那林郑月娥呢 现在确实是情绪已经非常非常的低落 非常的不稳定了 在公众场合啊 失声痛哭 已经就好几次了 因为他面对着各方面的压力 那首先是香港民众的压力 几百万人在反对他啊 在羞辱他让他辞职 因为他出卖了香港人的利益 出卖了香港人的自由 大家有理由给他压力 那但是这方面的压力不是最大的 最大的压力呢 实际上是来自于他们内部的压力 第一个呢 是来自于建制派的压力 所谓建制派就是香港本地的那些 亲中的政治团体的那些政客 这群人呢 是靠当官吃饭的 他们呢有一部分的官职是来自于选举 香港还是有一部分的官职是来自于选举的 尤其是议员和这个各局区议员 那这一批人呢 他们怪林郑月娥这次事情没有处理好 影响到他们的选情 一大批人因此要丢掉饭碗 所以现在建制派对林郑月娥是骂声一骗 给林郑月娥造成了强大的心理上的压力 那第二个呢 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中央的压力 中央本来是想林郑月娥小事大事化小 结果现在他却是小事化大 让整个反送中运动从刚开始的几万人发展到现在 遍地开花 各阶层都一起上 现在中央已经对林郑月娥失望到了极点 恨不得把他拿出来当替罪羊 只不过是现在呀 基于整个形势不好办而已 那但是呢 如果是他自己自杀了 那就给中共帮了大忙了 因为中共第一个他不需要主动的明显的向反对派让步 就解决了林郑月娥的这个问题 他不用把林郑月娥撤职 或者是逼着林郑月娥辞职 那如果是那样做的话 就是对反对派让步了 那现在他自己如果是自杀了 不用对他们让步 问题解决了 林郑的问题解决了 就满足了反对派的最重要的一个要求 第二个是让反对派的这个道德高度有所下降 因为他们会说 你看看你们现在不停的这么搞 已经把人都逼死了 你们还要怎么样呢 是不是现在可以消停一下呢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让警队有机会逃脱 他们会说 你看你们现在已经把林郑月娥特首给逼死了 你们如果是在追究警队的这些人的责任 是不是要逼死更多的人呢 香港人他们搞这个反送中运动 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利啊 他们最多啊 是想用政治的方法来打击这些损害他们权力的人 而不是想把他们逼到绝境 把他们逼死 大家没有这个心思 所以一旦看见死人的这种状况不断的出现啊 已经出现了 还有可能不断的出现的话 那么他们会放慢他们的脚步 那他们会减轻他们对对方的 对政治对手的这种压力 那么这个时候警队就有可能逃脱了 那这个时候中央政府再派一个新的人 按照他们所谓的那个小圈子的选举办法 再选举一个比较温和的 比较圆滑的这么一个人来当香港的特首 然后告诉大家我们香港现在要大和解 各方面要和解 这和解了之后才能够重建 一团和气乱祸稀泥 这个事件不就平息下去了吗 中共不就从中解套了吗 所以说林郑月娥现在自杀 这是对中共最好的一种解决方案 当然了 有些朋友会问 如果是林郑月娥不自杀怎么办 现在中共就在商讨 这个他不自杀怎么办 这样一种他们要想找到一种办法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就要提醒所有的在香港的这些体制内的高官 大家一定要注意 林郑月娥死了 如果是他们能够抛弃林郑月娥 他们就可以抛弃你们之间的任何人 那我也想提醒那些中共可能用来做脏糊的那些人 你们一定要记住 一旦你们做了这种脏糊 你们自己肯定是活不了 那一定会被杀人灭口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香港的反对派也一定要注意 现在林郑月娥她在台上对大家不利 死了对大家更不利 最好的就是她辞职 最好的就是她被撤职 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所以大家一定要阻止香港 中共在香港做这些下山难的举动 这对整个香港的法治 对香港的文明是有巨大的破坏作用 最后来谈一谈郭文贵 在我上一个视频出来之后 就有很多的网友在我的视频底下留言 其中有一批就是郭文贵的铁杆粉丝 也叫做小蚂蚁 他们留下了很多谩骂的言辞 那这批人呢 我就不跟他们理论了 因为他们的大佬比小蚂蚁还小 判断率完全没有 完全被郭文贵所蛊惑了 那跟他们理论那就是白肺唇舌 直接拉黑了事 还有一部分人呢 是因为他们得到的信息不够全面 所以说对郭文贵的判断不够正确 那他们呢有几种典型的观点 我要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商榷一下 第一种典型的观点呢就是郭文贵 是他们说认为 郭文贵是坚定的反共人士 他们希望我们跟郭文贵能够合作 不要批评郭文贵 那这种说法呢 我告诉大家这是完全错误的 郭文贵不是所谓的反共人士 更谈不上坚定 郭文贵呢 他的就是一个国安特务出身的这么一个人 那过去在中共体制内立过三等功 那我们过去对他的过去都不说了 但是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种人呢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政治立场 根本没有任何道德原则 这是中共国安特务的一个共同特点 因为他们过去生存的这个环境呢 实在是太复杂了 那他根本不容许他们有任何个人的政治上的立场 那碰到事情的时候 他们只知道 按照自己的最两个最基本的核心利益去办事 那第一个核心利益就是命 那所以他们要保命 第二个利益呢 就是钱 所以他要保钱 郭文贵在爆料之初啊 就提出来保命保财 那这两个核心的观念 那这次不小心说了真话 其他的都是浮云 哪里有什么政治上的原则 那哪里有什么坚定的反共 不可能 他为了保命保财 今天可以反共 明天就可以拥共 后天又可以再反共 他为了这个保命保财 今天说跟你是同道 是战友 那明天就可以把你出卖给中国共产党 这种人是绝对不能跟他合作 绝对不能跟他走近 那当他在反共的时候 对中共有一点点损害伤害困扰的时候 那我们就推他一把 支持他一把 这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走得太近了 当他在跟中共办事干脏活的时候 那我们就一定要坚决的来批判他 来打击他 第二个典型的观点呢 就是说 郭文贵至少是现在 他是在反共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不应当批评他了 我告诉大家 他到底现在是不是在反共 不要看他口头上说什么 不要看他口头上高喊 打倒CPP 而要看他所做的这些事情 所做的这些话 到底是符合中共的利益 还是符合反对中共的这些团体的这些阵营的利益的 那就拿香港反送中这件事情来说 他明显的就是符合中共的利益的 在反送中之初 他就叫嚷着说 中共要派军队进入香港了 这就是恐吓香港人嘛 那8月5号 香港准备全市大罢工 那郭文贵又抛出来一个 所谓的内幕消息 说8月4号 中共就要在香港进行戒严了 这就是在恐吓香港人嘛 这就是在打击香港反对派的士气嘛 这就是在给中共帮忙嘛 这就是他的客观效果嘛 大家不要看他嘴上说什么 而且要看他最后做的这些事情 客观效果是什么 要看他过去做的好多件事情 把他联系起来 大家就知道他是在为谁办事 他这个人过去为中共立过三次一等功 做过不少的坏事 做过很大的坏事 干过脏活的 这种人 大家一定不要相信 一定要看他现在做的 到底是对谁有好处 还有一种观点呢 就是说郭文贵 现在是得到美国政治的这个主流社会的认可的 你看班农都和他在一起做节目了 而且是好多次 那班农呢又是川普的亲信 班农呢又是坚决反共的 所以郭文贵是没有问题的 这种说法也是完全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在信息上面也是不够全面的 班农过去曾经帮过川普竞选 被川普纳入过他的这个核心圈子 但是很快他就出局了 因为这个人观点比较极端 因为这个人呢不能够跟其他的人合作 因为这个人呢自以为是 因为这个人判断力严重的缺失 所以说被川普已经踢出白宫了 现在他是政治上的弃子 被美国的主流社会的民主共和两党 那都不接受的这么一个政治弃词 根本就不是美国政界的主流人物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他的这种缺乏判断力又正好被郭文贵所利用了 郭文贵肯定是对他取下了什么承诺 而这种边缘人政治上的边缘人 在这个时候他是急需要有这样的人来支持他的 包括从资金上来支持他的 郭文贵不是搞了什么法制基金吗 要大量的吸收捐款吗 这个时候他肯定也是给班农取下了一定的承诺 那班农这个人呢 他本人是反共的 这一点呢是丝毫不会怀疑 但是呢因为他的判断力 他对人对事的判断力都有极大的问题 所以说他在郭文贵上面这个事情上面犯错误 这也是肯定的 大家不能因为啊班农犯的一个错误 最后就变成了郭文贵 他本人呢无懈可击 这个逻辑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回到这个原点 就是看郭文贵 他所说的所做的 到底是在帮中共 还是在帮那些反对中共的人 到底是在帮香港市民反送中 还是在帮中共恐吓香港人 当他在帮中共的时候 就一定要批评他 好今天呢我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 同意我观点的朋友请点赞 这个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请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by bwd6